今天拍攝的主題就是街拍 三個主題分別是 打公仔、救星和鮮跳 應該抽到手機, 我上機包很重 怎樣可以讓人拍照 如果人不知道, 就是最好 我剛才看到的畫面也不差 你們兩個在這裡, 壓力很大 我上一集不是這樣的 你介意拍照嗎? 有手機就有這個好處, 一、二、三 會否有些令我們嘩的感覺呢 那就要看看它 街拍嗎? 構圖吧 你是拍攝人的話 你就要捕捉一個好的時刻 當然, 構圖是會加分 但如果你拍攝人像的時候 那個人給你一個很好的時刻 其實那個構圖不是太差的話 我覺得已經會贏了 而且好一點利用光線 我記得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老師教我們 攝影是甚麼一回事 就是光與影 你能夠好一點利用光與影的話 你就可以拍到一張很漂亮的照片 現在到Danny了 你看看好Danny嗎 我不知道 這麼保守 我想應該怎樣也好一點 至少不會忘記先放卡 剛才剛才幫他拍了很多張照片 但他沒有進SD卡 街拍正在哪裡 正在有些東西是拍攝後不存在 拆了 你拍攝後就放在記錄上 你放二、三十年再看也很正 很多時候人們說很棒的照片 不斷找到三十年前、四十年前 再長一點的照片 因為有些手藝會失傳 所以你可以跟他留一些東西 我拍攝三個主題 舊城、仙條和打工仔 打工仔打算自拍 不過鏡頭不能自拍,那就算了 其實平時街拍沒有太多壓力 現在有點壓力 來吧,好,我們去天橋 天橋… 其實甚麼相機都可以 初學者最好用小光圈的相機 很容易對焦,東西比較密切 因為小光圈相機可以練習 對構圖擺位的習慣 去中環最知名的扶手電梯 曾經有一部Batman的電影 也在取材 真的很難 因為平時街拍真的沒有太多壓力 自己拿手機或相機出來 隨便拍攝而已 暫時Danny還是保持著 用眼睛去看看他有甚麼想拍攝 對 作為一個攝影師 是一個好的習慣 只有五分鐘時間 我們應該從那邊開始吧 走過去也要五分鐘 好,走… 天橋有點現代,很難拍攝到舊城的感覺 儘管試試吧 這條電梯已經是一個線條 線條方面,大師,有甚麼建議嗎 拍攝一條橋的角 或者城市的線條、樓 還有很多時候 我覺得攝影師很少留意 線條可以在影中 我看見這裡是挺過癮的 白色格子 試試拍攝到線條的感覺 有說要橫倒還是直倒嗎 沒所謂的 沒所謂的 你喜歡甚麼都可以 漂亮就可以了 我們的要求是漂亮的 你喜歡怎樣都可以 線條其實有很多 我覺得不一定是直線 可以是曲線 或者不一定拍攝很歪的東西 也可以拍攝很小的東西 當你拍攝很小的東西 你就可以集中在線條上 現在拍攝這張線條 這條馬路斜斜的 是挺有感覺的 剛剛有一條線 這樣對剪這個V字形 但鏡頭又不夠歪 我正在研究如何拿得更好 而且現在沒有車… 有電單車 有的士 先看看 這裡可以嗎 我就是這樣的 我呢 我不知道 我覺得街頭是很失敗的例子 我帶了一支50mm鏡頭 它有景深 可以拍攝很漂亮、很銳利的照片 但機動性不夠大 其實我去旅行 我也是帶一支變焦鏡頭 有支24mm至105mm 我也帶過來,但沒有帶出去 我覺得變焦鏡頭在活動範圍較大 我拍攝線條 可以拍攝24mm 拍攝整個建築的感覺 一支變焦鏡頭會好很多 但我失敗的例子 輸經驗,沒辦法 如果有看片段 其實我很少跟Danny說 或者給他一些建議 因為我覺得他好像知道自己要甚麼 這裡其實也有很多線條 拍攝了一些重慶森林的感覺 讓你看看 幫你做一個磁鎖 自製磁鎖 好,上去,跳上去 好 幫我們看我的磁鎖 看一點 線條也有一點 構成也有一張 但我就不夠滿意 但打工仔 因為這條天橋穿梭得很快 沒有打工仔的情況 不算,我剛才也不是在這裡開始 走過來,用了五分鐘 快點… 來… 一般 不知道我拍得差還是要求高 你暫時選擇的位置 都營造不早的氣氛 是,是他擔心 看看他現在拍甚麼 他想拍舊成是甚麼 又不是人像 他只要有人打工 對,這個很好,這個快點拍 你好 因為說要拍照 你介意有幫你拍照嗎 是嗎 正在做事的照片 正在做事的照片 對,你繼續做就行了 你好… 好,反正要追蹤他們,這一刻 終於追蹤,終於追蹤到了 終於追蹤到了 對,有點感覺 繼續追蹤 快點去… 打工仔,這個題目 好看是甚麼 我要看到他背後的故事 而攝影師最大的功用就是 你看這張照片 已經看到背後的故事 那你就成功了 現在要找一些舊的堂 後面有新的建築位置 現在還要多走一個位置 我打算在前面的位置 因為後面很漂亮 前面很舊 好… 我沒想到一樣東西來拍 因為太千變萬化了 但其實也很吃力 還可以的,我看到他有幾個時刻 如果他捕捉得好,應該會漂亮 所以我也挺期待 鬧鐘也響了 有點壓力 拍出來,我自己也不滿意 但時間夠也沒辦法 希望不要輸得太厲害 好,謝謝 Danny是用相機拍照的 但他不知為何用相機拍照 比用手機拍照更慘 他表現得很自由自信 但可能出來作品 未必是大家心目中想要的東西 打工仔就選擇了這張 我命名為 再煩囂的城市內吸一口氣 這個是否十足十 我們找手機偷拍在街上的 隨便走過去拍照 在構圖上 加上這個打工仔的時刻 也不是特別突出 我覺得這張照片 可以表達到一個打工仔 在一個城市工作的那種疲倦 其實平時出去拍照就是這樣 這份工作只是不容易做 舊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舊的建築出現 首先是一些新的建築出現 旁邊就是一些很舊的堂樓 舊的建築 而中間這個就是金碧輝煌的 一個很現代的建築物 就可以顯示到 其實舊城 其實慢慢進步 去到一個金碧輝煌的國際金融中心 如果說舊城的話 你應該突出一個舊城的物件 而不是突出一個這麼新的物件 那線條就是這張 這個三角形很工整 跟天空形成一個很好的對比 再加上本身的建築 自己已經有很多很藝術的線條 再加上這個三角形 所以我就選了這張照片 構圖上我覺得不太差 不太差 只不過我覺得是很平坦 可以連手機也拍到 隨便賺一件東西 是想到這個三角形 貼提一點就唯一是這張 它的鏡頭是一支很大光圈的鏡頭 但是它沒有用到大光圈的特性 你看看它三張照片都沒有大光圈的特性 兩張都是無限遠的 拍攝街拍要多元化一點 有些前景、後景 拍出來的照片有一點偷拍的感覺 就適合它的鏡頭用 就算它前面沒有前景 某程度上可以這樣用手指擋一下鏡頭 他也沒做到這件事 所以浪費了鏡頭 沒什麼信心會贏得 真的沒有 這次我覺得自己拍得一般 坦白說 說真的 第一站準備在哪裡? 旁邊的街口, 找打娃娃 去吧 究竟打娃娃這個項目 大師, 有什麼建議嗎? 首先不要被人罵 剛才我看到他拿著鏡頭 就比較壞 對, 一來就比較壞 距離又會很近 二來又不知道為什麼會插著腳架 對 封死人家, 不知道他在拍照 沒錯 但他女生會比較好 他女生比較好 罵也比較少 你看他好像很緊張 他現在很緊張 我主要想找類似清潔那類的打娃娃 因為其實店舖通常都是自己的店舖 不是打娃娃 所以我想找一些比較低的工作 腳架的原因是因為我想用慢的快門 然後捕捉那個很繁雜的、混亂的感覺 他就在中間閃避 我希望拍到一張這樣的照片 物色效的裂物 先試試看 他剛才說用腳架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要慢快門 但在這麼光亮的情況下 我看看他怎樣射 然後沒有ND濾鏡的情況下 但他的腳架很幼 對, 好像不太溫柔 對, 而且他放在沙的地方 對 他拍照的時候是很曬的 就算你用了22光圈 那塊門也不會慢到哪裡 所以他拍萬塊門, 沒可能的事 我過去看看他那個賭點 你的鏡子這麼歪 你會不會嘗試想走近一點渠 但我覺得他不是最好的選擇 你會不會轉另一個… 我想轉目標 對 你又會不會想想當攤的那些 老闆娘, 我可以跟你拍張照嗎 可以, 不能夠照鏡 沒事了, 下次… 被人拒絕這個話 沒錯 在計時, 你小心點 你好像要拍三張照, 對吧 對 我覺得Melody有想法 但我想有個可惜的 就是他未必很懂得用自己的相機 他腦裡想到的東西 但未必能做出來 要再熟悉一點ISO 光圈和快門的關係在哪裡 由於節目組不斷提醒我 我只有五分鐘 然後我現在又覺得打工仔未拍好了 所以我就很急地去拍了這個線條 然後再拍完我的舊成 再看看有沒有機會回覆打工仔 怎樣?你有甚麼想法 我現在打算拍這條樓梯 其實本身我是想拍整晚街的樓梯 做線條 但我看到這幾個格格 我有多喜歡 所以我就打算看能否拿這個光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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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嘗試一下… 很大壓力 這些線條 你留意一下有人走下來才是最漂亮的 現在正確, 有人走下來 拍吧 這些人 其實Melody拍的狀態是很軟盡的 因為他對相機不熟悉 我相信他可能用一些再簡單一點的相機 沒有那麼多設定的相機 他會更好一點 拍這些低炒的相片 其實就是有個不好處 就是沒有凹凸的那個 是呀 放下來 現在這麼曬, 11都可以 可以加到11 剛才是8 你就不用對焦 一按下去就… 基本上是怎樣拍得中的 但是很暗 你在那裡就不暗 你在那裡當然暗 你現在拍那個位置 你留意阿子, 想要甚麼線條 究竟你想要光上面的線條 還是樓梯的線條 還是人的線條 你要想清楚 你的物件在哪個位置走 又會很影響到你那裡的光暗 原本我拍的時候想拍線條 但是最後我選上去的時候 我覺得兩個西裝的男士 在這條樓梯上走上去 就好像打工仔很牢碌 但是上面的手很光亮 好像在前面, 去找他們的未來 其實我又不是很看到 打工仔的成分在裡面 只是我覺得這張照片 出來的背光 它會令我很清楚地看到那個物件 就是這個人 時間尚遇 2分22秒 夠成, 整個都是夠成 其實叔叔很好拍 那個叔叔, 擺盪我的叔叔 不行, 全都撞到我 所以你就找到另一個位置 就不要站在背後拍別人 我怕太民意 不行, 你拿到一張就可以了 誰叫你拿一支這麼廣闊的鏡子 23, 大哥 你快點走進去吧, 你想拍照 行嗎… 你好像做賊一樣 你不要隨便拍兩張鏡子, 捕捉了一瞬間 我來不及去, 假裝多… 假裝多 亦是一個很符合在舊城的人物 所以我覺得這兩件東西放在一起 都已經很溫暖和很有舊城味道 這個時刻也不是捕捉得特別好 所以我覺得這張有點失敗 我覺得是 我看到它的設定是完全在有太陽之下 是不會用的設定 所以正在舊城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什麼聲音 我本來也是想拍線條 但我想拍樓梯級的 結果我拍到一張 剛好有個女士走過 有一雙腳在這裡 全部線都是橫橫的 這樣從闊到很窄 看照片的時候 首先被這些線條吸引到 另外就是它叫腳的線條 因為這雙腳好像很有故事 你看上去的時候 還可以的, 它有些思考空間給人 它不可以把影子反射, 看見腳 我有點失敗, 我覺得它有點貪行成分 剛好幸運的是 那個時候有個很漂亮的太陽 給它拍攝的時候 相反夠大, 出來的故事 也會比其他比較好 照片的內容 或者一個主體能否觸碰到觀眾 我覺得這是街法最重要的 原先覺得用相機應該比較好 但加上結果我就覺得 其實可能手機會比較好 難忘的位置, 我就覺得是… 我真的會用心去看這個城市 原本我以為是好處了 因為我覺得, 行, 相機拍出來的照片 又漂亮, 顏色又漂亮, 景深又漂亮 但發現手機拍攝 你會著重一點在畫面上 我最初覺得很奢促 因為始終手機一定沒有相機這麼漂亮的質素 剛才因為有時間限制規定 所以不需要你的光暗、快門 在時間管理上是一個優勢 聽到他們這麼沒信心 他們現在好像有點信心 你要輸了, 要罰嗎? 要罰什麼? 罰吧 沒有錢的, 其他都行, 別罰錢 罰什麼都行, 出街就可以了 什麼都行 在公佈賽過前, 大師有幾句說話 跟大家分享 他們出去拍攝時 有些人的樣子好像很泡 但拍出來的照片是你沒想到的 但有些人以為很隆盡的 就好像拍得不錯 不如我公布賽果 很緊張 去想一想, 看看我們說哪幾個吧 所以看照片是最實際的 最佳的照片是屬於Melody的線條 當然, 我剛才有說 其實過程中, 你是有點腐乳的 因為他有個好處給你倆的休憩 就是他剛才撞到的太陽是漂亮的 有太陽 所以他的相反很漂亮 所以你先試第一次 五公是… 五公是… 沒有太陽 因為剛巧他的時間是最不合適的 又是暗 而且他的過程中… 不要這樣… 我給你陽光, 可能也會偷偷 我現在有藉口, 做事 我幫你加半分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苦 因為那一刻很急得我完全是老師考不到 所以真是幸運 有兩件事可以改善的 第一件事是… 不要只靠循環器去看你想拍甚麼 你先用了眼睛去看 這方面其實Danny做得不錯 Danny真的用眼睛看了他想要甚麼 第二件事就是… 你可以對你的相機再了解更多 或者下次抽用電話吧 今天表現得最差的 交配大師, 你說吧 Danny 因為他沒有善用他的器材 清潔弓那張其實挺漂亮的 對呀, 為甚麼你不選呢 就是這個我捉不到街拍的精髓 OK 就是那個Story Telling 唉, 我沒有機會跳舞 哇, 有沒有聽到她說甚麼 她說了… 我沒有說了 沒有機會跳舞 哇… 我們贏和輸, 我一起跳舞吧 獎勵你 大師爺, 我想問問 夜拍有甚麼要留意呢 晚上拍照 最重要是看光源在哪裡 跟著光源走 把相機的ISO有能力範圍之下 調校到最高 讓你的快門快一點 如果你的鏡頭的光圈夠大就最好 好像後面的光源就好, 怎麼知道 如果有些晚上的環境 我想拍人像的話 應該是怎樣處理呢 應該要先戴人像鏡子 好像你現在代字那支已經是 是, 點耳的那支吧 對, 點耳的那支 晚上的光 盡量不要拍照背光背得那麼厲害 是 除非你拍Mood Shot 或是拍攝影的, 沒辦法 讓光源熱到她的臉 有時候未必一定整個臉都熱了 看環境, 看構圖 是你會拍攝影師 是, 就是我現在的 我幫你拍攝影師 我會拍攝影師 你會拍攝影師 你會拍攝影師 是, 你會拍攝影師 你會拍攝影師 就會好一點 我會有些東西在前面撞一撞 擋一下你的鏡頭 拍照, 千萬不要讓畫面有曝光的位置 你沒有曝光的位置 你回去怎麼做都行 你看, 潮海的照片 他懂得找水果 剛才你那張, 他會找人 他這張就不用找了 現在整個彈出來的 拍照是要帶領觀眾去看什麼 I can feel there's a change coming It's in the air Some people keep holding on But I don't care There's a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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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從背部開始 沒問題 把台慶學到的東西全部加進去 有點尷尬 再尷尬 身體很自信 KSHAKUTHAT 尷尬 喂 K foraK jó hhhh 你不要輸啦 我這張ば天 suspense 我看天學跳 但天學跳開是要震撻的 可以教我嗎 我業 idol 我懂得轉那些 打開 要加KAK식 又CAKAKA K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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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KAKA Tenny 起雞蟑蟑 Tenny真的很英俊 只能這樣說 對不起 起雞蟑蟑 Tenny 起雞蟑蟑 太好了 這次你也不是笨 下次有機會 下次你一定輸 謝謝